陳老師 事實上 台灣在去年底 總統大選很熱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 醫療的新聞 那一般的觀眾朋友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叫做 中華民國有一個疫苗基金 沒錢了 那但是行政院有 施放前不肯幫忙照顧 那中華民國的疫苗基金 事實上是推動 中華民國的國民接種疫苗 然後因此降低 許多傳染病流行病 或者公共衛生付出的人命代價 那然而這一個疫苗基金 隨著每年的 這一個時間的成長 它事實上 要照顧所有人推動疫苗 它所需的經費 也必須被迫成長 是啊我想就是說 台灣其實在 整個醫療跟公共衛生 WHO最怕的就是 談我們的疫苗 因為我們是 所有這個 所有國際國家裡面 疫苗接種率 接種的最好的 那我們大概這樣講啦 因為我們在 防疫處之前 大概在民國90年之前 國家的預算 cover所有的疫苗 所以我們都打得很好啦 對 那那個時候因為我們的 防疫處對於這個政策 跟醫院也好 大家 黃卡那時候 大概都幾乎都到95% 但是90年到這個100 就是說所謂的100年中間 開始會有新興的一些疫苗出來 像水兜疫苗就是這樣 當時也是經過一些政策決定 那一直到現在有新興疫苗的出來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說 這些疫苗 肺炎 鏈球疫苗對這些老人小孩 其實他保護真的非常好 對 所以他大概有三期啦 那他每一期政府的這個預算的來源都不一樣 那前期大部分都是這個中央政府就直接就補助 到中期的時候就中央跟地方就分攤了 到最後這一期後面這一期開始就變成說 有些是來自燕間 有些是來自中央政府的公務預算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就產生常常在預算上面 我們的行政院對於這預算在計算上面 其實他們常常沒有真正把疫苗所帶來的效益 把它計算進去 好那老師我打個岔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吧 導播我們給觀眾朋友看 事實上台灣這幾十年來的疫苗發展史 從民國33年接種的是牛痘的疫苗 然後後面像白猴的疫苗 那個都是 然後小兒麻痺的疫苗 法定傳染病 對 卡戒苗的疫苗 日本老年的疫苗 然後麻疹的疫苗 在67年之後普及了 然後再來 這個還會全面推廣的是接種疫苗的長期的紀錄卡 然後73年有B肝的疫苗 那75年有德國麻疹的疫苗 81年有麻疹三線炎相關的這個合併的疫苗 這些都是我講的90年 大概在1990年代那個附近 都已經施行的這個疫苗 對 所以這些當時都沒有問題 政府都全力支持 對 所以這些也是台灣今天會照 會享受說 為什麼我們的傳染病是在低傳染的國家 對 那剛才前面提到那個卡戒苗 不是大家懷疑說卡戒苗 是不是這是保護我們的最重要的 那我們當然不覺得是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就是說 是台灣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疫苗上面 可是來到我們的第二期 就是你看到的下面就是有一些開始 就是我剛才講的水痘疫苗 我們先打個岔老師 第二期我們也再認識一下 80多年之後呢 台灣開始有流感的疫苗的接種 對 水痘的疫苗 水痘的疫苗 然後比方說肺炎鏈球菌的疫苗 也開始有人推 然後這個是 比方說什麼幼兒五合一的疫苗 對 然後這個 再往後面事實上還推的是這個 這個是後面的計畫 後面已經 所以這有兩期啊 一期就是說 這中間有一個過渡期 就是說 有一個部分在過渡像水痘疫苗 當時台北市要開始打的時候 其實中央並沒有補助 所以台北市剛才講 那時候水痘疫苗很貴 三千塊 我們都 因為我們都做過這個研究 就是說民眾願意負擔的 那時候做出來是七百塊 所以後來水痘疫苗 就慢慢慢慢慢慢演化 之後就變成 大家都要打的疫苗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我剛才講 中央跟地方互相分攤 對 那一直到後面開始 你看到那些 就是後面 是以理批為主的 他們推動的這些疫苗的基金會 開始就 就在預算上面 就變成是 煙間跟這個 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中央政府的預算 大概佔了50到 60到40%不等 當然這中間 還有其他的 預算的補助 包括罰款那些等等 都有啦 可是這個預算是不穩定的 對 而且 因為一定是這樣 煙間你看抽煙的 越來越少啊 所以煙間當然就下降啊 但是他每次 在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沒有把 這個 這個這個整個 預算的東西的 平均的下降力 他把它再補回來嘛 那所以他有些時候 在編的時候 加上說 我們有一個很奇怪的 就是我們編的 這個預算 不能超過前面的 百分之 某個比例的 百分比 所以變成疫苗 在發展中間 會有困難 因為越新型的疫苗 其實就 他的價格就越昂貴 對 那他現在不是說 今天要很多錢 是說 你有些時候 在疫苗 推動委員會裡面 他們會算好說 哪些是高危險情 哪些是值得打的 並不是說 每一次打 就要打所有的人 可是我們現在 因為連這個邊際的要的 這樣的錢 有些時候算出來 都還不夠 就是這樣 因為疫苗很貴啊 現在看到你看到 我們現在為什麼 美國跟WHO 跟中國在搶 在搶疫苗嘛 比爾蓋茨也是這樣 因為這些疫苗 以後非洲 如果萬一非洲 發生流行的 南美洲這些國家發生 他最好的工具 就是疫苗啊 所以大家也看到 這一塊的東西 所以你疫苗的東西 當然就是 那可是這個剛開始發展 一定很貴啊 所以你很貴的東西 你要讓他變成是一個 大規模的東西 你本來就是 初期的成本比較高嘛 還有一個 我覺得我們 我們大家 尤其對行政院 我一直在講的 就是說從公共衛生觀點看 疫苗其實不是只有 最健康的效應 對 你看那些 過去打德國麻疹這些 這些麻疹的 他其實會讓 小學生的這個 他的這個請假率變低 對教育有影響 對經濟有影響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講 提高疫苗的百分 一個Percent的 這個Cupage rate 會提高多少GDP 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但是我覺得是他們都沒有 好好算這個東西